我是余明毅,Charles余 我是在这边的Black Hawk教会 我也领个小组,life group小组 也是长老之一 我们这个Black Hawk华人世公 BCM,Black Hawk Chinese Music Black Hawk华人世公 我们每月见面一次聚集团聚一次 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新的 系列,基督徒生活面面观 我们这个月,今天是基督徒生活的目的 四月要谈工作、家庭、理财、侍奉 要到八月人际关系 我们这是六个月的系列 我们今天看的是基督徒生活的目的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基督徒生命到底是 怎么被圣经与基督教的影响 我们当基督徒在这方面有什么意思 还是我们信了主来教会 然后回家一切都是完全一样 没有改变 这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里头是很具体的谈不同的事件 今天我想谈的是基础 这个等于说看圣经等于说了解基督的生活 到底他的基础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开始之前 大家一起祷告好不好 谢谢 天上我们爸爸我们很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认识我们 你呼召我们 你也想让我们认识你 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 开我们的心 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讲的说的都能得到你的祝福 得到你的智慧 可是不只是智慧 而是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头扎根 让它能够成长出来 让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心能够成熟 它可以从最深的地方 把我们的生命改变 我们祷告奉耶稣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先谈一下基督生命的目的 我们基督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生活上面 到底是做什么的 那我们有些常见的误解 很多人 很多很多基督 非基督徒 基督徒 福音朋友 他们有对宗教 对基督徒有个基本的概念 说基督教是怎么样 是劝人为善 对不对 基督教是做什么的 是劝人为善 让你要做好事的 因此你有些宗教是给你奖赏 你做好事 神会祝福你 有些宗教是吓唬你的 你做坏事 神会处罚你 对不对 怎么来 怎么谈来谈去 都是劝人为善 对不对 让人做好事 那我说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 不是说基督徒不做好事 不是这个意思 基督徒是要做好事 可是基督徒的生活的目的 你不是要劝人为善 或者是让我变成一个做善事的人 这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目的 第二 有一个人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逃离神的审判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这个罪恶的世界 我们是罪人 然后呢 神会要审判我们 我们相信耶稣就可以逃离这个审判 那这是一个误解 不是说我们不逃离神的审判 我们基督徒是逃离神的审判 可是这也不是当基督徒的目的 也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目的 我们现在今天想谈的是中心 这个当基督徒到底做什么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那有些人说我们活在地上 我们当基督徒 我们可以得神的祝福 那我又重新重复 我们基督徒是得神的祝福 没有错 可是得神的祝福也不是生命的目的 也不是这个基本的任务 这三样有人把他当成基督教的中心的时候呢 他会造成一些误解 也会造成基督的生命会出问题 他没有把圣经的真理抓住 那我们谈了半天 那这个误解不对的话 那到底当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 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段经文 我们看《创世纪》12章1节到3节 这段经文其实在圣经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这个故事谈的是神呼召亚伯巴汉 亚伯巴汉这个人 你是对圣经如果有旧约读过的话 你知道他是以色列的老祖先 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 你也知道亚伯巴汉这个人 在世界历史宗教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那《创世纪》谈到这段经文 谈到亚伯巴汉这个人 这个亚伯巴汉这个人 差不多是主前2000年的时代 然后呢 记载神对他说的话 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很重要 很重要的问题 耶和华对亚伯巴汉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把亡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福 什么意思 这段经文好像是讲给亚伯汉听的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这是主前2000年的事情 现在是主后2000年的事情 这差不多4000年前的事情 4000年前的事情 这个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要了解这段经文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这段经文在整个《创世纪》这本书里头 它有什么地位 才能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看《创世纪》第十二章 前面还有十一章 有一到十一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故事 才能了解在这个节观点 神为什么会邀请亚伯汉去一块地 然后让他变成大陆 到底是做什么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 往回走一下 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 简单地介绍一下 《创世纪》第一到十一章的故事 它的内容 《创世纪》第一章 我们介绍圣经的主角 圣经的主角不是人 圣经的主角是神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写着 《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一章里头的内容 第一章里头的内容 它的重点是神是一个造物主的神 祂是宇宙的皇帝 祂是整个这个宇宙祂是主权的 祂是掌权的 我看《创世纪》 那 可是这个皇帝 他与我们地上的皇帝不太一样 与地上的王不太一样 地上的王是怎么样的人呢 是喜欢抓犬 对不对 地上的人 权柄越多呢 越要更多 对不对 这是地上的人的人类的思想方法是 这个拿到不够 再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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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百万要两百万 有控制的一个小事 我要一个省 对不对 我这个公司 我当老板 我这个公司要把另外的公司吞下去 变成一个更大的老板 对不对 这是人的心 我们要越要越多 我们的这个神 创世纪的神呢 他的观点不一样 他的观点不一样 他是一个把权柄分出去的神 我们看一下 《创世纪》第一章 怎么说的 《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26节到28节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是他们管理海里的 雨空中的鸟 地上的新处和全地 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来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就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那这段故事呢 比如说我们有神是大皇帝 他造了一块地 他说 我要造一些人出来 让他们来管这块地 让他们当这块地的总督 那我是帮忙他们 算是他们的大老板 他们甚至是小老板 他们可以管这块地 对不对 所以管这块地 那我们的神是一个分权柄的神 那人类呢 创造人类的动机是什么呢 人类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管理地球 对不对 要管理地球 那使人类有神的生命 还有他的智慧 还有他的创作 还有执政能力 人类在地上代表神 神与人分享权利 这是这段故事 这段经文的意思 在这里 我们没有办法很多时间 挖在美睫上 很快的过去 那 这个故事到了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 神不只是创造人 为了要让他管理 他创造人为了要认识人 等于说神的意象是 神与人类要和谐地一起生活 创世纪里有谈的是伊甸园 如果你有机会看神丁的时候 看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 他会形容一个地方 好像是一个乐园的地方 一个美的地方 一个美满的地方 一个完全人能够得到满足的地方 是人类的家 是一个神 是一个你被完全认识 也被完全接受的地方 完全认识 完全接受的地方 是一个地方你可以 他的形容是 他们不穿衣服的 他的象征性的是 不需要化妆 不需要摆面 摆面子 不需要想 对 不需要弄一层一层 让人家看到我 其实看不到 对不对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我们就在那边把脸放上去 让别人看的是一个外表 里面看不到 对不对 我里面看不到 这是一个和谐的地方 一个地方人类服从神 并相信他的善良 神祝福人类 也提供他们所需要 这是神所 这是神的意向 但那里呢 男人和女人经验 互相信任的关系 这是创新第二章的解释 到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人类的叛乱 人类选择自己的统治 他们不想听神 你们如果看到创新第三章的时候 看到他们说 我们神力很好 可是我们蛮聪明的 我们管理怎么样 我们人当王怎么打 对不对 为什么要听这个神呢 那么麻烦 对不对 他为什么听他的 我们自己都蛮聪明的 我们自己可以决定 因此 在创新里头 罪的定义出来 罪的定义是叛逆 不相信神的善良 或者他的诺言 人类的独立宣言是 我们不需要神 我们可以自己管自己的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我们可以决定 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 来统治地球 对不对 那创世纪的形容说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 人类叛乱后的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 人类决定好坏善恶的世界 那你们思考一下 人类做的治理的结果怎么样 思考一下近代历史 古代历史 人类的治理的结果 成就如何 圣经教的是 人类的叛乱的结果呢 神与人的关系 马上破裂了 如果神创造这块地 给人治理 然后呢 人说我不相信你 我不愿意让你治理的话 他们的关系破裂了 一个皇帝把一块地 交给这些管理人员 这管理人员是我们宣布独立 对不对 那他们这些人马上是叛徒 因此在神面前人是叛徒 需要审判和处罚 然后呢 他们经验的是死亡 两种死亡 第一死亡 第一死亡是人类立刻经验灵性死亡 他们与神分离分开了 然后呢 之后有身体的死亡 与身体会分离 看到灵与身体要分离 整个人的身体 人这个基础 这个核心要分开 要分裂 这是人类叛乱的结果 可是我们除了与神分裂以外 我们人与人的分裂 创始一个故事马上到第四章的时候呢 马上呢 哥哥杀弟弟 兄弟残杀 男女大战 人类的社会开始破裂 这是圣经的形容 人如果反叛神的时候呢 人自己治理的社会 是一个败坏的社会 再加一层 人的关系不只是与神破裂 也不只是与其他人破裂 他跟这个地 这个大自然 这个受他治理的这个地呢 这个关系也破裂 人失去他们能治理地的能力的一部分 像人类反抗神 地也还是反抗神 因此 因为想想看 我们住在家里种园子 撒走 一长起来呢 马上有什么 野草 拔 拔不完 这个草 好像这个园子跟你过不去一样 对不对 你怎么一弄 把那个解草拿开 它就找回来了 对不对 这给你过不去 好像这个地好像不想听你的 治理起来很麻烦 对不对 治理起来很累 对不对 我们每次想办法治理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会反过来 跟我们打仗一样 对不对 因此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世界的那个 我们控制不住世界的温度 开始增加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地球好像跟我们 跟我们争战一样 跟我们争战一样 但人类的叛乱结果是如此 冲突 对不对 与神分裂人类的冲突 征战与暴力 我们从历史以来 绝大多数的人类社会没有正义 绝大多数的人类社会都是没有正义 对不对 这你知道 我们知道 人类管人类是悲剧 对不对 因为管的人要抓权 要压迫 受管的人受害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不能管自己 治理失败 环境灾害 你们看新闻 你们都知道 你们尤其是学科的 你们这方面 比我了解的更深 更深 精神上的痛苦 孤单 焦虑 毫无意义的感觉 这是现代人的生活的情况 是一个与神分裂 与别人分裂 与所造的物分裂的情况 人类所有重要的关系都破裂 这是人的情况 这是圣经形容的情况 这是圣经形容的情况 那问题是 神要怎么办 神要怎么办 神的计划的目标 是要地球的更新 我们这个宇宙皇帝呢 他不会说造了一个地 然后呢 把人放过去 人反叛 传在不完 不是这种神 不是这种神 他对这个地球说 我要把它夺回来 我要把它控制住 我要把它 带回来 恢复它的原状 让我的意象 能够达到出来 他不是一个放弃的那种神 他对它的创造物 也有什么优委身 对不对 也不会说 坏了就不管 扔掉再来一次 OK 不是这样子 那如果 是不是要这样做的话 它是什么计划 那如果说 我们是人类的话 我们说 有一块 如果我是一个皇帝 然后对那个神 有反叛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 招兵 对不对 把他攻回来 对不对 跟我们 这不是神的计划 我们神的计划 不是依靠暴力的 而是依靠说服人 自由选择服从这个皇帝 他要人自由的选择他 他要把他的性格 与他的神的国度的应许 给大家看到 然后他要人类转过来说 嘿这个不错 我要这个 我们看到自己做的社会 我们人类的社会不行 他的败坏 我们转向神的国度 我们说 这个比较好 我们要这个 而且说实在 我们要爱这个神 这是神的盼望 因此这国度里呢 是皇帝呢 认识也喜爱他的人民 他的人民认识他 服从他 也喜爱他 在哪个国度是这个样子 哪个国度是这个样子 哪个国度是这个样子 我们回到这段经文 创世纪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第三节 前面是 前面刚刚的故事 从创造到 到人类的反叛 到整个地球社会的败坏 到了十二章呢 神出手 神要开始行动 要夺回这个地球 他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王国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大福 这是神的反应 这是神的行动 这什么意思呢 神 开始他的反应呢 他先招了一个人 计划是什么呢 用他 来开始一个大国 那我们 这是主前两千年前 我们跳四千年到现在 这个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到新约 我们看到耶稣 我们看到新约的作者的时候 我们了解说 基督徒 都是那大国里头的国民 每一个信徒 每一个的教会 就是这个大 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是新约很清楚的教导 因此这段经文讲的是谁呢 讲的是我们 讲的是每一个基督徒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我们需要离开 我们需要离开世上的背景 文化背景 我们要加入一个新的国度 加入一个新的国度 把世上的那些习俗 是以前的传统 抛弃 加入一个完全新的行动 神的国度的地方 神要赐福给我们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基督徒的目的 基督徒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要叫别人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基督徒生命的目的是要祝福全世界 祝福全世界 把神的国度带到全世界 把神的关系恢复 人与人的关系恢复 人与受造物所创造的世界 关系能够恢复 怎么达到的呢 这段经文讲 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为祢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祂 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祂 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 为祢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祂 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祂 你这就是经文的意思 是什么 亚伯汉的人民 基督徒 是要站在全世界面前 大家看到这个基督徒 看到这个教会 看到这些人 他说 这个很好 这是好的 这是我要的 然后神会祝福他 看到说我不要这个 这是不好的 这是需要咒诅的 神要咒诅的 你又没有了解 你又没有了解 基督徒生命的任务 我们是一个 在世界里头 万族看着基督徒 看着教会 然后呢 他们的反应 他们对我们反应 神就对他们的反应 你有没有了解 我们的任务 我们像一个视纸 对不对 你碰到 气 碰到酸 会变成颜色 碰到贝斯 剑 剑 会变换另外颜色 我们是那种 我们是这样的人民 在世界面前 我基督徒躲不了 基督徒不能说 我变成基督徒 我就躲起来了 OK 我做 我活在我基督徒的生活 我去跟基督徒基督徒的朋友 去在教会里头 去团圈里头 我躲起来的生活 这是不行的 基督徒的任务 是在世界面前 人家看到的 祝福咒诅 祝福咒诅 然后神的反应 祝福咒诅 这是基督徒的任务 抓住没有 基督徒你的生命的任务 是如此 这是你信主的时候 你把你的名字写 你把你的名字写 这是你的任务 那 你懂吗 这样来说的话 是不是有个基本问题 有没有了解 看那边一个基本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这个基督徒 是个怎么样 很坏很烂的人 别人看到我 不喜欢我 咒诅我 神就咒诅他 公平不公平 不公平 你看到一个基督徒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是一个小偷 他是一个 有外遇的人 他是一个 九天赌博 醉酒的人 他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可是他说 我是信主的 然后大家看到的时候 我太不想当基督徒了 对不对 反应如何 那些人就被神咒诅了 这段经文里头 含在中间 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 后面的圣经把它 完完全去解释 解释出来 什么呢 神的人民 需要反应神的性格 如果神的人民 不反应神的性格 这个系统不能成效 对不对 你需要反应神的性格 因此大家看到说 这些人民 我喜欢 那神说 祝福他 因为他拒绝的 祝福的是祝福神 如果他看到了教会 反应神的性格 他说 这个没有兴趣 神把他扯开 为什么 因为他们拒绝是拒绝神 基督徒生命上头的目的是 显出神的性格 让人家看见 绝顶 对不对 因此整个教会 我们这个团体同样的目的 看到祝福咒诅 因为我们活出神的性格 基督徒不能躲 基督徒不能躲 躲不起来 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躲起来 就完全违反神的目的 基督徒 基督徒需要学习成长 活出神的性格 因为我们的任务 是活出神的性格 让世界看见 做个决定 因这个过程 从这个过程 万全世界 得到神的祝福 与神和好 因为他们看到 看到一群人 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 神的爱在他们身上 这个皇帝 他爱他的人民 认识他的人民 他人民也认识他 也爱他 他们看到说 这里与其他世界万国 完全不一样 没有这种国度 就在这里看见的时候 说我们要加入 我们要参与 我们祝福他 神祝福这些人 这是基督徒的认识 再加一句 基督徒 会怎么样 受咒诅 对不对 在这段经文里头 基督徒的生命 因为要摆在世界面前 因为要摆在世界面前 保证 会有人说 不喜欢 不要攻击 这也是当基督徒的 责任之一 本分之一 这是本分之一 不要以为受咒诅 受迫害是特殊的 这是当基督徒的本分之一 因为这是我的任意 这是我的想法 希望这段简单的介绍 让我们开始讨论 基督徒生活的时候 有一个神学的基础 我们了解我们的方向 目的以后 我们可以开始谈工作 我们开始谈家庭 我们谈管财 理财 我们谈那些其他的主题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基本 这个基础 还在这里头 我们有一个目的 我们的工作 怎么样让我们做事情 用出来 对不对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财务方面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各方面 怎么样把神的任务达到 好 小组已经分了 我想大家能够 用分离小组 讨论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想对圣经的内容有一个反应 创世纪叙述人类的反叛 为世界败坏的原因 你对这解释有什么反应 你是说同意了解 有问题 给大家讨论一下 对不对 这个世界现在的情况 现况 那我把它说是一个败坏 你如果说 这个世界很好 你应该提出来 原因为什么 对不对 你如果说世界坏了 你说为什么如此 圣经有这个解释 你对这个解释有什么反应 第二 神重新要立他的国度的计划 是应用一个人民 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看法 神从一个人开始 然后慢慢造成一个小的国家来 然后到最后招人进去加入这个国度 你对这个反应有什么 这个有什么看法 如果你是神 你用什么办法 从地上重立你的权利 你可以思考 如果我需要这样做 我怎么做 对不对 我跟神做法不一样 你有什么做法 第三是分成两个 两个不同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信徒 你是基督徒 你了解基督徒的任务 怎么样影响你的生活 这个 其实这个问题是 整个这个序列的大问题 可是今天 开始思想这个方向 下个月的时候 我们谈工作的时候 一定有一些 这个东西 你看思考过了 可以更能够 启发你的思想 开始思想的方向 然后呢 提出来 如果是福音朋友的话 你不是一个信徒 你不是一个信徒 对不对 那了解基督徒的任务 怎么影响你对基督徒 与教会的态度与看法 对 你说说OK 这是基督徒他们 是他们的任务 那这个 你说这是 你有什么的反应 基督徒 这样他们 对他们有什么观点 什么看法 可以分享 OK 这问题的 问什么都了解了好没有 OK好 那我们分组给大家一些时间 能够讨论